4.99万买科鲁泽 OK欢迎来到小白买车 最近我们车友群的车主 有在群里转发了一条 拼多多5.6折买科鲁泽的链接进来 拼多多再一次勾起了我的好奇 最近车圈最火的肯定就是 拼多多补贴122万买劳斯莱斯的事情 整件事情的经过就是拼多多一个商户上架了一台价值 1068万元的劳斯莱斯 幻影EWB并标价196万 相比他的原价优惠了100多万 也不是因为差那么个1000来万 只是因为劳斯莱斯他不太符合我这个人的风格 OK事情回到科鲁泽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拼多多上面这家店叫做已买车 页面显示他们店里已经成功拼单了1.1万台 处于汽车行业畅销版的第一名 而这台科鲁泽是他们准备在今年年底最后一天推出的一个团购活动 我仔细研究了一下就发现 其实他前面的4.99万是这台车的定价 其实他的实际成交价格是6.69万 而且这个6.69万的价格并不是他的最终定价 他有一个商品价格的阶梯表我们可以看到当订单数小于30台的时候 他的价格是6.99万 然后订单数和优惠的幅度呢成正比的增加 只有当订单超过100个的时候 他的价格才能到达6.69万元 这整体整一个的操作就很像我们那么个几年前流行的一个团购啊 而且关于这台车介绍页面呢 也有明确表明了这台车的生产日期是今年的4到5月份 那基本可以算作是库存车 不过库存时间也不长 大概是在6个月多一点半年多一点 所以成不起我啊这点是不错的 除了科鲁泽以外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这家店里面有100多个商品啊 整体来说车型的覆盖广度还是非常大的 基本像一线的普通品牌这里都有 还有极少数的一些豪爬品牌车型啊 基本上市场上热门走量的车型这里都有 像朗逸呀H6啊灵派呀雅阁CRV等等 这些非常热门的车型这里都有 但是这里面的产品就跟拼多多百亿补贴里面 指定型号的苹果手机是一样的 这里卖的车都是指定的配置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非常冷门的车型啊 像IonX换标的丰田IA5啊 还有像北七的自达X3 而且他这里还有一些像欧拉好猫 这些非常伤心管理了 刚上市半个月的车型 而且他标的定价的优惠幅度可以达到1万块钱 说到优惠幅度啊 我挑了三台近半年我们探店过的车型 把它目前拼单的价格和我们探店得到的价格 以及汽车支架上的车主报价来对比一下 第一款是卖瑞宝XL的2020款535T CVT锐动版 其实就是改款前的1.3T三缸榜本的中配 拼多多标价裸车11.09万元 我们探店得到价格是落地13万 往回推就是裸车价是11万出头 那汽车支架报价呢是13.65万元 那第二款呢就是别克的均威2020款552T经营版 其实就是现款的1.5T最低配 拼多多的价格是14.58万元 我们探店拿到的价格呢是14.68万元 那汽车支架上面的报价同样是14.68万元 第三款呢就是宝马的一系2020款 120IM运动版 其实就是旧款的1.5T三缸榜本的最低配 拼多多的报价是裸车14.88万元 我们拿到的探店价格是16.57万元 但是这个需要标明的是 我们当时候探店是8月份的事情啊 离现在已经有4个月的距离 所以这个价格可以说是不那么准确的 而且目前这台车是已经停售了 汽车支架是没有这款车的车主报价 那也可以看作是轻护存了 那总的来说相比起来 那的确在拼多多上面团购的价格是优惠了不少 除了车价的便宜啊 它的上排费和金融手续费 也比我们在外面接触过的 CS店要便宜上不少 关于买车的流程呢我们在虎谱上面找到了一个 当时在这家店买了一台科沃兹车主的提车帖 这个提车帖里面的很详细的讲了 这位车主呢在这家店以4.99万元的价格买了一台雪佛兰德克鲁兹 然后在购买后的24小时内呢客服会来添加微信确认合同 把自己的身份信息给了他两天后呢合同就会出来 然后签了合同之后呢车只会在30个工作日里面发货 并且通过板车的形式拉过来 然后这台车的发票和合格证呢会在拿到车之后 CS店再寄过来 然后拿到合格证和发票这些再去办理保险上排 此外在产品介绍中也有看到在他们已买车实体店覆盖的城市是可以帮代办上排保险这些的 不过有了发票这些自己会办可能会更加便宜实惠一点 那总体来说看上去真的好像是挺香的 我对拼多多的印象还是停留在衣服10块钱三件越洗越大件上面 当然除了这些以外呢 这家店除了货架上面的这些车型也可以给1毛9毛9给他帮你查询 你想要但是货架上没有的车型啊 为了探究真相我就花了1块9毛9的巨款啊 希望老板看到以后可以帮我报销啊 来询问一台 我最近接触到过一台比较新的也是最感兴趣的一台车型 就是新一代的高尔夫8 然后关于这台车的车型配置呢 我选择了高尔夫的2021款280TSI DSG PRO的版本 也就是1.4T的最低配 它的官方指导价是14.98万元 然后我选的车身颜色是蓝色 然后支付的形式是分期地区是广州 然后他现在已经接收到信息 他说会3到5个工作日之后会有相关的工作人员来跟我联系 来告诉我他这边团购的价格是多少啊 所以这期节目呢就先到这里 算是一个选题的上半部分 然后下半部分呢 我们会来讲一下我拿到的这台高尔夫的他们这边的报价是多少 然后还要谈一下像已买车这种4S店以外的经销商究竟能不能选 OK这期节目先到这里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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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